大家好 今次和大家研究一下 如何清洗这个泥水器的泥芯 当我们开这个泥水器的时候 发觉它出的水是很慢很慢的时候 表示那个泥芯需要清洗 我们清洗要准备的工具 就是它买泥芯所供给我们的 沙子一张 和一把 卡拉拜 还有当然不少 这个装水的盘 我们下到下面的时候 首先要设置好盘 然后把泥水器的 螺水锯 关掉 打环一拎就可以关掉 首先 我们把泥水器拿出来 然后 我们只需要将它上面的盘 拎开 拎开 拎开的时候呢 我们拿着它上面 那个丝帽 我们使手拎开 这样就会将它顶部的部分拎开 然后把它拎开 然后我们将泥水器里面的水拎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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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个泥芯部分呢 我们只要拿着它下面 它有一些水 然后我们把它拎开 因为它的水 它的泥芯已经滑散 时限 那样 我们将它拎开 然后呢 之后呢 继续将这个顶部拎开 拎开 拎开 拎开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我们这个盖就可以拧出 这个胶盖后也要灯燥 这个泪芯我们就可以拿去洗 当然这个水喉因为我们关了水制 我们就不能在这里洗 来到另外一个水喉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把它清洗 首先我们看到外面的颜色 因为它的污漆铺满了之后 是黄的 我们把手指搓一搓一搓 它已经看到 本身的泪芯 涂瓷的颜色出现 所以我们拿着它的沙子搓一搓 转动它 你可以看到转动之后的分别 可以拿着它转动它 现在已经可以用水拿着它 因为 散了部分已经没有那么密集 洗的时候也要小心露芯 因为它是陶瓷做的 是很脆的 很容易掉烂的 只要小心没有碰撞 不要大 避免大力的被碰撞 我们在这里洗来转动 现在真的硬 硬了 硬了 很快我们看到的颜色 已经恢复了 根本来涂瓷的颜色颜色 我們可以再煮一碗 開始再煮一碗 我們可以煮一碗 我發出這個有一個很特別的顏色 我們再用一邊煎煎動去 用來煎熟一下 放入鱼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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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汁完全離開 然後不要太大壓住 壓住表面 好,很簡單 一、兩分鐘就可以洗乾淨 洗乾淨之後我們再檢查 大致上都很乾淨 我們可以把它裝回濾水 這個卡羅牌給我們的作用 就是讓我們量度一下它的陶瓷濾芯 如果這個卡羅牌能夠通過的話 即是說這個陶瓷濾芯已經被我們清洗得太薄了 它已經不能夠再起到一個足夠的濾水的作用 所以我們洗完的時候 就用卡羅牌來量度一下 它過不了的話 即是說這個濾芯仍然可以繼續使用 OK 洗完濾芯之後 我們就把它原本的螺絲帽裝回去 然後呢 把它裝回去 絲帽 領動它 領動到它貼著帽子的時候 我們拿起這個帽子一點點 繼續轉動它 我們轉動的濾芯可以 轉動的內心到差不多 或者我們可以轉動你的帽子 當它的絲帽是卡住了這帽子的時候 我們可以轉這個帽子 接著呢 領住它 記住不要太大力 因為那個陶瓷濾芯會破裂太大力的時候 我們領到頂手 輕輕再領多一點點 就夠了 因為它裡面 剛才我們已經 有一個橡膠的 戒指在這裡 可以幫助 防止水流出來 裝完這裡之後呢 我們可以回到下面 回到星盤下面的時候呢 我們可以拿回濾芯殼 濾芯殼呢 我們也可以找些東西買一買 我們可以簡單地找一些柱子 把裡面的污漬 把裡面的污漬 抹走 這些全部都是水垢 你可以看到呢 因為我們濾水器用了濾水器的時候呢 你就發現到水其實還有多少污垢在裡面 你要想一下 如果不用污漬水器 直接飲用水的時候呢 你就會把這些 礦物質呢 喝在肚子裡 我們不需要清潔得很厲害 只要輕輕擦乾淨 然後擦乾水殼 水器的外殼 還可以了 然後呢 其實呢 我們這些水呢 是由 我們的濾芯的底部 進入了這個濾水器的外殼 然後再由這個 水呢 再由那個陶瓷 經過那個陶瓷 然後裡面還有一個 活性碳芯 然後這些水 再由這個陶瓷 才由從這裡出來 讓我們的濾水器 出水口 那裡 放水 我們安裝了濾水器之後呢 然後 我們就可以首先把這個 出水的水口呢 接駁了進去 濾芯裡 我們接駁的方法呢 就是 把這個 這個 部件 有 硬的地方呢 我們拿著它 跟著我們轉動那個濾芯的蓋 那我們用手 拿著它 拿著下面的蓋 出來 拿著它 拿著它 這樣就可以了 跟著呢 我們可以把 濾水器的 鍵繩 吸進去 這個時候呢 我們要拿著上面的部 拎動它的蓋 只要拎動它的蓋 不要讓那個 喉上半部轉動 我們只要轉動下半部 拎實的時候呢 OK 我們用少許力 再拎實它 這樣就可以了 我們安裝好之後呢 就可以安裝它 把它壓回到 它的打開 拿著它 然後我們用剛才的柱子 把它擦乾 把水擦乾 這個時候呢 我們可以把 來水的總製 把它打開 一直這樣 我們可以聽到的水聲 拉掉那個盆 防止它漏著 這樣呢 我們就可以看到上面 因為剛才是開著水喉 給它看到水喉 然後呢 出水很暢順 跟剛才出水的分別 它最初呢 因為呢 剛才那些水呢 起水花呢 就是因為那個 淚水氣裡面呢 還有一些空氣在這裡 當淚水氣裡面的空氣 排走的時候呢 那些水就會出得很暢順 當我們看到出水是正常的時候呢 我們關掉那個淚水氣出水的話呢 然後呢 我們就可以檢查一下 那個淚水氣有沒有漏水了 剛才安裝的時候 我們看一下 那條出水喉的捷部部分 有沒有水漏出來 然後再檢查一下 那個Casing和那個蓋子之間 有沒有水漏出來 最後我們檢查完那條入水喉 進水這個地方 找手網上乾爽的話呢 即是說這個淚水氣已經妥善地安裝了 那我們今次清洗淚芯的那個工作呢 就已經完成了 多謝各位欣賞 我們right面前後 回到什麼時候 我們現在要請教一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